後悔中央夫輪車為了讓大家不用出國 就能享受國際級別的藝術品 邀請藝術家延美園到 島嶽三號國際主堂基盤委員 為了對大組人和政府的表現 都讓人有這麼特別的感受 主辦黨委員鄉親在16號前 到島嶽來享受為主 就開始畫這種農村啊 那個田園之美 為了延美園向民眾來 在他睡眠他的創作的故事 民眾的大家是非常享受的 為了最想要表達的意義 這邊後悔中央夫輪車 在島嶽三號國際主堂基盤演美園於衛電 希望讓大家不用出國 就可以看到國際極水準的藝術品 他陸續在其實有接到很多的邀請函 包括紐約然後阿姆斯特丹 英國倫敦都一直在邀約他 但是因為都疫情他沒有辦法過去 那我想這麼棒的一個畫家 在台灣已經有相當的實力 我們就應該把這樣的展場放在台灣 讓雲林這個地方的文化 可以藝術有點提升這樣子 這是我想我們今天最主要想要 舉辦這個畫展的原因在這裡 其中最期人注意的重點 就是電出200天前 在法國巴黎大皇宮的作品 演美園以秋天的景色 以及在頭路山做的主題 給大家影響受大住人的水 我去旅行中看到的剛好是秋天風夜 紅的時候它掉落我喜歡旅行 我這個是在西湖 那這個是小景一般的人可能不會取這個鏡頭 那我很喜歡我捕捉到這個鏡頭 東方的色彩把它放進去 那歐洲人他們滿喜歡這種具有東方色彩的東西 然後晚霞表示人生有燦爛的一面 有辦法看到國際追尊的作品 對來幸尚民眾可以說是保養蜜酒的好機會 就在外甲卻外出大住人的風貓 讓人一看就對了 我覺得演小姐她給我的畫呢 給我有一種很明亮很明亮 然後感覺她的心情啊 各方面會讓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樂觀 向上的一個心態 超脫我的想像 一般的話就是會覺得很老舊 但是老師融合了寫實跟異象的感覺在裡面 而且她的線條很 線條、明暗度都讓我覺得很 有一種女人的那種剛毅在裡頭 那是鄉親好朋友對這次的威電有興趣 16號之前都能夠到六來行善 當時感受藝術家所要表達的精神 記者列不得唱不得哦 記者列不得唱不得哦